台湾的高球天后曾亚妮正在纽泽西准备参加重要的休普莱特精英赛 曾亚妮在球场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她的身心都调试得很顺利 对于接下来的连串大赛她说自己信心满满 感觉离冠军越来越近了 曾亚妮即将在美东时间31号出赛 挑战总奖金高达台币4500万的LPGA休普莱特精英赛 曾亚妮顶着烈日认真练习 适应当地的强风并在教练的指导下调整动作 去年以来陷入低潮的曾亚妮开心的表示 跟久违的冠军杯好像越来越近了 对自己也蛮有信心的 那我觉得也希望就是感觉已经离冠军越来越近了 值得一提的是曾亚妮看起来瘦了一圈 体格看起来更结实了一些 有啊就今年体能都做蛮多的 然后还有可能自己饮食也控制的比较好一点吧 其实比较没有就是暴赢暴食这样 对啊所以就是最近的状况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被记者注意到她变瘦了 小妮子看起来很开心 曾亚妮表示前阵子回台湾充电 帮助她重拾打球的乐趣 家乡的支持和祝福 一直是这位高球界台湾之光的重要动力 大家都期待她能够有好表现 并且赶在即将来临的美国公开赛之前 沾上新的生涯高峰